好,各位同学,我们来解释一下数学习作关于表面积91页跟92页的难题说明 因为已经有些同学写来之后呢,老师看完,有一些观念上啊 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写的部分几乎都是错的 那呢,老师这边再强调一下,我们在国小这边的表面积目前除了球体没有上到之外 那我们以现阶段来讲就是属于立方体的部分 那既然是立方体的部分,以我们国小目前能够比较容易打下基础的部分 就是以正方体为主,长方体为主,或者是复合形体的表面积为主 那我们看看91页的第一题,它是一个一个非正方体 也非长方体的,如果我们稍微算体积的话,当然可以切开处理 就是两块长方体的组合,但表面积其实很简单 以一个方体来讲,总共就是六个面 就是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 前后 好,一共有六个面 那我们看看这个图形 只有它的右边是不规则 还有上下是不规则 那我们看看哦 以前我来讲的话,前面这一个是完整的长方形 还有后面这一个是一个完整的长方形 我们看前后的表面积 如果,因为它是个方体 所以前后表面积是会一样大的 后面是完整的,以长度25公分来讲 宽度是10公分来讲的话 那么25乘以10就是后面完整的面积嘛 那表面就是后面跟前面 所以前面有这一块比较大块的 跟这一块比较小块的 你就不用去算它 因为后面就是前面这两块的总和 所以25乘以10就是250 250乘以2就是500 就已经解决了前后面的问题 那呢,左边跟右边 左边是完整的一个长方形 是20乘以10为面积的一个长方形 所以说呢,右边这两块小的 你不用个别去算 因为这两块小的加起来 就是左边这一块 所以左边这一块是20乘以10 也就是200 所以200乘以2 左右面也就一并处理掉了 那上下面呢 因为上下面来讲 小朋友可以用切开 但是切开以这一体来讲的话 是可以啦 是可以 因为切开的话 这边只剩5 对不对 5公分 那这一边的长度呢 也是5 也是可以算 或者你可以用补满的方式 就是把这里补满 一个一个长方形 再扣掉这个空的也可以 好 那如果说 哪一种方法 你比较习惯 你就使用它没关系 那以老师以用补满的方式来讲 长是25 宽是20 好 所以说25乘以20是500 那里面这一个呢 里面这个是5 那旁边是15 是75 所以呢 500减75是多少 425 425乘以2 就是850 所以呢 上下面也处理好了 那你将 6个面都处理好了 剩下来加的部分 应该会了吧 应该就不用老师 特地 特地再帮你算一次了吧 所以这个观念来讲 小朋友大概不太懂的是 怎么处理 非四边形的这个面的问题 老师这边做一个 做一个统一说明 所以这样算起来答案呢 千万别忘记 它的面 它是因为是面积嘛 所以一律都是用CM2 CM2 好 所以呢 加起来 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好 那呢 第二体 第二体也是一样 第二体虽然 形状更加复杂了 但也是一样不脱离 上下左右前后嘛 所以左右面 左右面 它是完整的2乘以20 所以说呢 2乘以20是40 所以右边这边 小块的 这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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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地方加起来 也是会40 所以40乘以2 就是80 这是左右 左右的部分 好 那上下呢 上下以底部为讲 底部是最完整的 所以是4乘以20 是80 所以上下呢 当然就是80乘以2 就是160 因为上面 上面是打钩的部分 这个肯定也一定是80 那前后呢 这写国字很麻烦 前后 前后就是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分开啊 你可以用切的 切的也没关系 切的也没关系 你可以一条条算 但是呢 我们如果切细一点 发现它其实是每个一样大 都是多少 0.5乘以1234 所以每个都是一公分嘛 所以0.5乘以1 是0.5 但是有几块 12345678910 10块 所以前后有10块 那10乘0.5是5嘛 对不对 10乘0.5再乘你2 这样的部分 答案就是10 好 所以前后加起来10 那你接下来加起来 应该不会问题了吧 好 这个是观念上面 的解释 至于仔细的计算 那是你的功课 这部分老师就不做了 好 那下面这部分呢 就是 我把它删除一下 删除 在那里 好 下面这部分表面积跟体积这部分 单位不一样 算法也不一样 体积就是长层宽层高 表面积是六面总和 好 所以这个小朋友自己 自己来了解 自己要小心一点 好 那至于变为几倍几倍 这老师上课有讲过 变为几倍 就是他的 各变几倍就乘以几个二 如果说 各长宽高各变两倍的时候 当然长变两倍 宽变两倍 高变两倍 那表面积一定是变大嘛 一定是变大两倍 但是如果体积来讲 长宽高各变两倍的时候 老师在上课时候使用白积木 一千立方公分的这个容器来实验过 大家知道长宽高各变两倍的时候 它是属于连乘的 二乘二乘二 就是会是八倍 面积都是变两倍而已 所以就是乘二而已 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这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这部分的差异性 小朋友要了解一下 好 九十二页 九十二页蓝体的部分 好像比较少 因为它是中规中矩的正方体跟长方体 这个第一体 第一体就要你倒退为算 长宽都给你 可是它没有给你高 它就给你体积 那当然我们知道体积除以底面积 底面积就是长层宽嘛 就得到高 那你高吃到了 表面积前后左右上下 你应该就会算了吧 这应该把这个工作交给你处理就可以了 小朋友多动脑 那 这个 这个应该 这一体来讲 两个核子体积相同 所以 第一个正方体 体积相同 那正方体体积最好算的 边长 增边长 增边长 那所以它的体积 就会是这个长方体的体积 那呢 体积除以这个底面积 是不是得到高 所以高知道之后呢 要算表面积也是一样 前后左右 上下 都算一算就可以了 好 那下面这个 自己算应该没有问题 好 那小朋友做观念澄清之后呢 后面的功课就交给你自己 好 那 至于115页 115页 这一页 就跟前面是一样的 第一题跟第二题 老师就不讲 那 第三题 第三题 我们讲 这一页